三名男孩出去玩时失踪 找到尸体时被推测 存在着某种宗教行为 很快凶手被定罪 可是他们坚决不认 在他们复兴十多年后 案件又出现了新的转机 那么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大家好,我是老孙,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就讲一讲这起轰动美国的案件 1993年5月5日 阿肯色州西蒙斯菲 三个八岁的男孩 布兰奇、摩尔和巴尔斯 这一天放学后 他们骑着自己心爱的单车 朝罗宾汉山附近的一片树林中奔去 这处地方在40号周级公路附近 是他们每天都去的 算是他们的秘密基地 他们骑着单车过去时 还被邻居看到过 不过这样的追逐活动 天天都会上演 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 夕阳西下夜幕降临 转眼已经到了六点半 这时家家户户都准备吃晚餐的时候 一家人一起吃晚餐 是最让人期待的事 可是这三个男孩的家人 却迟迟不见他们的踪影 平时这个时候早就回来了 外面已经非常黑 他们都很胆小 是相信有圣诞老人 和可怕怪物的年龄 是不敢这么黑的情况下 还不回家的 迟迟未归他们的家人 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一开始他们三家共同寻找 可是找了一段时间 依然没有找到 这时其他人也参与了进来 还报了警 由于太黑 找了一整晚 依然一无所顾 5月6日早上8点 警察继续地毯时搜索 重点搜索 罗明汉西尔斯地区 这里是小孩经常来的地方 下午1点45左右 发现一只其中一个男孩的鞋子 漂浮在一个泥泥的小溪中 只是鞋带不见了 这条小溪连通了一条排水区 他们就继续往排水区方向搜索 随着范围的扩大 人们最不想看到一幕 还是出现了 在上游找到了他们的尸体 他们被剥光了衣服 并用自己的鞋带反绑着 衣服也在小溪中被找到 其中一些衣服缠绕着 深入泥泞的沟渠中的木棒上 衣服上大多是油泪向外 其中两个男孩的内裤也没有找到 事件表明 贝尔斯被残忍地割去了生殖器 死于多处外伤 而摩尔和布兰奇则死于溺水 初步判断 这些男孩在被发现的地点 遭到了殴打和杀害 这样的结果 让整个西蒙斯菲 沉浸在悲痛震惊和愤怒之中 要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并不多 以前也没有出现过什么恶性事件 这次一下就有三人遇害 还是没有还手之力的儿童 这让其他育小孩的人家惶恐不安 通常发生这样的案件 警方首先勘察现场 除了找了破损的衣物外 还搜索了周边的其他地方 但是没有找到凶器 在初级时 现场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 遭到了一些破坏 现场没有找到更多的线索 不过在场的有些人猜测 男同捆绑逆亡生殖器受损 这样的现场很类似某种宗教的虐待 在那个年代 出现过一段时间的荒唐行为 有很多人参加了所谓的巫术和邪教组织 几天无果的调查 使案件进入了死胡同 这时有人想到 既然现场类似宗教虐待 那么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人呢 警方重点开始排查 有犯罪记录 还参加过邪教活动的人 这时几个嫌疑人相继出现 杰西·米斯凯利17岁 贾森·鲍德温16岁 达米恩·埃克尔18岁 杰西·贾森·达米恩他们三人是朋友 其中杰西·贾森是在校学生 两人因故意破坏和入室刑切而被捕过 达米恩因为家里穷而提早辍学 他曾因盗窃被捕过 他还得过精神病 在谋杀案发生的前几个月 甚至还称通过吸血获得了超能力 他们都喜欢重金属音乐和恐怖文学 喜欢留长发 穿着打扮也很怪异 让人一眼就会有不好的评价 最重要的是 其他人说他们都喜欢研究各种巫术 克里斯·布莱恩和伯强哥斯 克里斯和布莱恩这两个人 在失发后的四天便离开了这个地区 并且他们都认识这三个男孩 因为他们的举动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随后他们在另外一个城市被捕 在随后的盘问中 克里斯声称自己长期酗酒 以及记忆力前退 他称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杀害了受害者 但他很快就撤回了这种说法 而伯强哥斯是一名黑人 在5月5日晚上8点42时 有人看到他在流血 这个时间点就是小孩失踪的当晚 所以有人举报 不知道他会不会就是嫌疑人 后来经过调查 这三个人都被排除在外 一开始就有人提到 现场有些类似宗教虐的行为 这让人们觉得达米恩可能是犯罪嫌疑人 人们认为达米恩有能力摸杀儿童 而在测谎医检测期间 虽然他否认了杀害了他们 但是测谎医检测并没有通过 这更加验证了人们的猜测 6月3日警察审问了杰西 他的智商为72是智力比较低下的那种 在审讯的过程中也不可能让他的父母参与 在平时都依赖别人的情况下 这次单独被审讯了12个小时 在诱导的审论中他认罪了 后来得知他当时并不能理解审讯的意思便翻了贡 不过这个已经不重要 法官也认为他是认罪了 他所描述的场景中是他们三人所为 贾森即使没有认罪 但也被掺杂在里面 那时无数个宗教虐待的案件遍布美国各地 这让陪审团的人更倾向就是他们所为 即使后期他们依然不认罪 但依然阻止不了宣判 1994年2月5日 这三名少年被指控犯有宗教虐待的谋杀罪 达米恩被判处死刑 管弃之刑 杰西和贾森被判处终身监禁 同探长也如释重负地召开了一场万众瞩目的新闻发布会 这是阿肯色州历史上最恐怖多起谋杀案之一 人们觉得凶手得到了拥有的审判 三个男孩也可以安息的 对于三名受害者 94年当地政府还给他们建立了一座纪念碑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其实并不是 这起案件才刚刚开始 用了一年的时间 从三个男孩被害到找到凶手 并很快宣判 在当时轰动一事 当时的HBO公司给这起轰动一事的案件拍了几部纪录片 本来是想探讨青少年犯罪的问题 想进一步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这样的行为 以便在以后的教育中如何避免这些问题 可是在了解详情中 人们对当时的办案过程产生了一定的质疑 主要的原因是三个人并没有承认是他们所为 一开始对杰西的审问也存在着诱导性 对于一个智力只有72的人来说是很难辨别这些的 之后虽然翻供了 但并没有得到重视 其他俩人自始至终也没有承认犯案 但因为他们在当地人眼中是不良少年 所以并没有博德博人团的同情 还有一点就是并未找到作案凶器 当时的现场勘察也受到了人们的批评 在犯罪现场出现了很多重大的失误 在艳势官到达现场并确定死者的状态之前 尸体已从水中打捞 使尸体在岸上腐烂并暴露在阳光之下 犯罪现场没有发现血迹 这也表明发现尸体的地点并不一定是第一犯罪现场 可是这些细节都没有得到深究 当地的警察接触的是小型的案件 对这种案件并没有什么经验 他们拒绝了犯罪暴力专家提供的咨询和帮助 当警察推测凶手时 在现场提供协助的少年缓刑官直接提到了达里恩 就有这个能力 少年缓刑官就是当一个年轻人在美国接受缓刑时 通常会分配给一个缓刑官员 该官员将设计一个计划 以帮助这个少年成为守法的人 纪录片播放后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也让更多的人开始质疑审判是否太过草率 94-2007年 孙明被告分别提出上诉 只是结果都是被驳回 维持原判 在当时拍摄纪录片时 受害人拜尔斯的养父 约翰曾向设置组展示过一把刀 设置组人员发现刀上是有血迹的 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当地警方 约翰变成这把刀曾经是切过绿肉的 可是在警方的检测得知 这些血迹是属于拜尔斯的 他继续变成可能是拜尔斯自己玩到时割伤过 警方在绑他们的鞋带上和周边的竖装上 还收集过几根头发 2007年对收集到的头发做DNA数据检测 彼队得知头发是属于约翰的 他称他们是家人 沾上对方的头发也是有可能的 约翰则提出 可以用测谎仪检测证明自己的轻化 不过得到的结果是他通过了测谎仪 有人曾怀疑他服用过影响结果的处方类药物 在这些新政局出现之后 达明恩的辩护律师向联邦法院提交了文件 提到拜尔斯下体受到的伤害并不一定是刀伤 可能是死后遭到其他动物的撕咬 这将直接证明当时并不是某种宗教活动 也就直接与怀疑他们的宗教活动是不相关的 这让更多的人认为他们三人可能是被冤枉的 甚至当时有很多明星和歌手也参与了进来 认为他们三个是无辜的 在更多人的支持中 2010年11月4日阿根色州最高法院下令 法官考虑新进分析的DNA数据 是否可以使这三个人免罪 法官还指示下级法院审查备则员的不当行为 经过数周的审议 2011年8月19日 他们三人达成了阿尔夫德请求 阿尔夫德请求是一种在被告人承认检察官 有足够的证据来定罪的情况下 允许被告人认罪 同时仍然声称其实无罪的法律机制 简单来讲 就是防止出现冤假错案的一种保护机制 根据协议法官撤销了先前的定罪 并下令进行新的审判 结果是他们每个人都被缓刑10年 表现好的话 这样的状态可以一直延期 如果他们再次犯罪 则被送回监狱服刑21年 2011年8月20日 在监狱中熬过了18年龄78天后 他们终于重获自由 走出了监狼 三个因为喜欢重金属音乐和恐怖文学的年轻人 被怀疑最终失去了自由 有可能真正的凶手 却仍然逍遥法外 对于他们三人来说 这可能并不是完美的结局 但对于其他关注这起案件的人来说 这个结局已实属不一 至少他们三人还有时间继续剩余的人生 在冰龙的铁装中原本是死囚的达米恩 还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在1996年的一天 预警给了达米恩一封信 这些人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叫劳利·戴维斯 他打开信封映入眼帘的一段话是 其实我并不相信上帝 但是好像在冥冥之中 上帝将你带进了我的生活 达米恩与劳利素不相识 后者是在一间电影院里知道了他的故事 达米恩在回信中写道 我一直在等待 我知道迟早有一天会有人能够注意到我 你能体会每天被人换作杀人犯的感觉吗 而且前提是你知道自己是无辜的 就这样两人通过往来信件 感情迅速升温 一年后两人见面并确定了恋爱关系 当时达米恩22岁 劳利33岁 劳利一直在支持他 还积极地协助律师帮他上诉 甚至还搬到他父亲的监狱附近住 1996年两人在狱中结婚 他只是因为相信了达米恩的是无辜的 就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 他觉得不应该让一个蒙冤的人 有一个灰暗的人生 退役后 达米恩和妻子搬到了马萨诸塞州 他们从事着写作和现代艺术上的工作 甚至在他支持者的帮助下 他还参加了很多书籍的出版和影视作品的创作 还成立了自己的艺术品工作室 现在对他们的生活来说是温馨和幸福的 二次的养父约翰 因为通过了测谎仪 也没有被起诉 这样的一个案件 就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结束了 困扰多年的西门维斯三人作案 以出人意料的方式 画上了句号 却也成了一种谜案 当然认为他们无辜的人大有人在 认为他们有罪的也有很多 那么你觉得他们是无辜还是有罪的呢 如果觉得无辜的请回复一 如果觉得有罪请回复二 虽然他们处于缓刑期 纸面上依然没有撤脚对他们的定罪 18年前入议时 他们正值青春年少 是桀骜不逊的少年 18年后走出牢房的他们 早已满脸沧桑 直奈何事实难料 所以过好每一天 珍惜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另外平时就是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了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是老孙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